下面我們議員提問的時間 請李靖兒議員 多謝主席 司長新一輪的生育高峰期已經來臨了 去年農年有7315個新的農B出生 不少的市民都會反映 無論是小朋友的衛生保健 醫療服務這些都超負荷 小朋友入托困難這些問題都長期反映 托額方面雖然社工庫一再強調 不會存在不入托就入學難的問題 亦都有不少的替代照顧途徑 但其實萬多個B去爭五六千個託位 這個是事實 而且托兒就不只是照顧的問題 他還需要照顧小朋友學習 適應群體生活的一個過程 所以其實加上通宵排隊 頻頻迫迫找托位這些 已經講明了大家的必須需求 既然社會環境變了 大家的需求不同了 政府部門就不應該保住以前的觀念 是應該要想辦法去滿足 托額有很多時候人家會說 有不同的替代照顧途徑 但學額不夠就更大件事 小朋友是沒有書讀的 坊間其實很質疑 幼兒額很快就會不夠了 學額 但教清局到現在為止 都依然說夠 可以應付 究竟誰才在說的才是真的呢 我不和你去講 幼兒階段的總學額 我只是想知道 究竟2015、2016學年的時候 政府有沒有信心 可以提供到幾多個 幼兒園一年級的學額 高出生率的時候 就算你一兩年去調整 之後幾年又怎麽算呢 你們有沒有一個長遠的規劃在這裡 無論坊間以至到教育界 其實他們都很有疑問 你說學額夠的這件事 如果你說夠 我很希望你可以藉著這個機會 清清楚楚交代你的總體 和詳細的計劃 令到我們的家長不用擔心 另外一件事 我實在不吐不快 就是控煙問題 我今天就專門在這裡講 李卓商局長你作為一個醫生 你很清楚吸煙是有害無益的 控煙的立法 其實就是希望我們的市民 避免接觸煙害 你亦都記得你在立法會那時講過 向立法會講的 室內吸煙 無論做什麽措施 你無可能將煙害減到零 它對人一定是有傷害的 所以其實我們一直要求的 就是室內全面禁煙 無論怎樣 最後政府這裡 控煙法是做了一個例外 容許了娛樂場設有吸煙區 有三年的過渡期 但前提是甚麼 前提是空氣質素 它必須符合政府定的標準 這個標準是政府自己定的 但不合格的 就要刪除了這個吸煙區 問題就是現在政府 你自己帶頭不去遵守 你自己定的遊戲規則 現在賭場的從業員長期跟我們投訴 有娛樂場將賭桌集中在吸煙區 煙桌比以前更厲害 又投訴賭場 放在空氣清新機上 掩飾真正的檢測結果 但你們無法去揭發和處理 有些賭場吸煙區的空氣質素 連自己檢驗都知道不合格 但政府搞了一年 到現在為止 未正式罰過一間空氣質素不合格的賭場 還說最快要明年一月才能落實賭 這些是否叫做依法施政呢 很明顯 我覺得政府在賭場孔煙上面是有法不依 怕了賭場 對於一些自稱合格的賭場 你就說去查一下它 究竟那個報告有沒有造假 但是賭場有交報告給你 它自己都告訴你 它空氣質素不合格 政府不是應該立即處罰和取消吸煙區的嗎 你還要去覆檢它 看看它是否真的不合格 這些是甚麼執法邏輯 最搞笑的就是政府驗員不合格 你還說要給它聲明異議 其實我不明白的就是 賭場自己交的報告又不合格 你政府覆檢它又不合格 還有甚麼可以異議呢 為甚麼還可以異議期 除了賭場控煙 我真的未見過政府執法那麼謹慎 謹慎到三番四次去覆檢 賭場控煙行到現在十一個月 我們罵都罵了一整年 按照賭場 法例賭場每個都要自己交報告 但是政府第一季是檢測報告 到現在的程序都未行完 你罰都未罰到它 第二季呢 第三季呢 現在的第四季呢 貴賓廳呢 它的情況是怎樣 是否不合格 何時公佈結果 到三年過渡期完的時候 你罰到這些賭場沒有 第二第三季的結果 搞了那麼久 你終於開口說罰賭場了 但為甚麼政府不是全面取消 而是縮減面積一成呢 局長你作為醫生 你告訴我一下有甚麼科學的理據 你認為減了吸煙區面積 可以令到空氣質素會合格 縮面積只會令到煙害更嚴重而已 減面積怎樣令到賭場的員工 他們影響減少 無論從立法原意 從科學角度都完全不合理的 這些是甚麼法律理解呀 局長你其實明白這個道理 因為前一輪你跟傳媒說 吸煙區減少不會令到吸煙社減少 如果過分縮減只會令到他更加聚集 空氣質素更加惡劣 即是你明白這個縮減吸煙區 會更惡劣的這個道理 那為甚麼不是把整個吸煙區都關掉 你們還要砌詞掩飾 說不是執罰 但我想問一下你在這件事上 你們整個執法的標準 是站在公眾利益 公眾健康的角度去定出來的嗎 你怎樣叫人相信 政府不是對著賭場覺得腳軟 我經常見到你們前線的同事去執法 其實他們面對很多困難的 被人質疑 被人罵 甚至乎被人襲擊 但他們很專業 很盡責完成了他的工作 為的就是甚麼 執行控煙法 罰那些在食肆室內裡面吸煙的人 罰他們幾百元 但你們作為上級的 你們對賭場的執法上面 你居然腳軟 你對不到依住你的同事 你給人的形象就是甚麼 你怕左撲棋 你怕到連佛字都不敢說 為甚麼政府在這裏的執法力度 可以一縮再縮 一遲再遲 你這樣是影響政府的執法威信 又不講科學 又不講依法施政 又會影響政府的威信和形象 所以我要求你們是立即要落實 賭場室內全面禁煙 即使是我們議會都有很多位同事 其實他們三番四次都說 是希望政府可以行到這個全面禁煙 我覺得在這件事上面是有支持的 所以我想問 政府你何時會做到這件事 修法推行全面的禁煙 真真正正去補償從業員 和場內健康的市民的健康 我希望政府可以在這裏明確給一個答覆 麻煩 何潤生議員 多虧主席 司長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有幾方面和司長探討一下 第一方面就是和司長探討 如何去落實我們醫療衛生的創效機制 看回2014年的施政方針裏面 指出了 衛生當局就會加緊興建 完成醫療系統建築方案十年規劃裏面的各項措施 在硬件方面 當局也早前交代了有關醫療設施興建的 一些階段性進度的情況 今天我不和司長探討這些硬件 因為我們特區政府有錢 和司長探討就是甚麼呢 我們對於有關的 在十年的有關規劃裏面 當時也都說了 在公共的醫院 我們在公共需要416位的醫生 包括普通的醫生161位 專科的醫生255位 而護士那方面也都需要1200人 這個是未來十年的一個規劃 但是也都看回了 對於在培訓醫生和招聘醫療人員那方面 以及怎樣去通過一些專業的培訓 去促進醫療服務的水平提升那方面 我在有關司長的有關的施政方針裏面 看不到也都不清晰 其實司長也都知道的 在我們澳門不論是一些大型的醫療機構 還是一些社會服務機構 普遍都是存在了醫護人員 嚴重一個短缺的問題 當局也都說了 由於我們基於人口的一個規模 以及有關我們醫學課程的專業性等 在短時間內 是沒有辦法去興建一個醫學院 只是靠什麼呢 就是外地的一些醫學本科的畢業生 回到澳門 再經過一段時間的一個傳科的實習 和專科的實習 培訓之後才能夠成為本地的一個醫生 而護士那方面大家都很清晰 我們澳門只有兩所的培訓學校 他們的硬件軟件大家都很清晰 雖然社會是有這個的訴求 但是也都由於護校的私資 還有有關的實習的場所都有限制 於是來說對於護士的培訓 其實也都是有一個的限制在裏面 雖然政府一再一直都是講什麼 強調培訓本地的人才為主 外聘就維護這個原則 但是看回從海外招聘的這些專科的醫護人員 用什麼做什麼呢 用來協助臨床和大教 去應對現在我們人力資源短缺的問題 去提升我們本澳醫療各個專科的技術水平 去配合我們整體的發展 但是單靠這個外援去解決本澳的醫護人員的短缺 我相信司長這個不是一個長遠的辦法 再加上每年去持續的增併這些外援 已經是變成了解決我們本地專科醫護人員 不足的臨時措施 我想問一問司長 其實這個現在所起的一些大教的作用 明不明顯 但是很多人告訴我這個不是很明顯 令人也都很擔心 相信這些情況的持續 也都會變相這樣 壓縮了我們本地醫生的一個晉升機會 所以這裡想司長在這方面作一些回應 回應什麼呢 就是說現在我們現時外聘這些專科醫護人員 來澳門進行大教的工作成效是怎樣 另外的 對於增加這些外聘一些資深的專科的醫護人員 醫生和護士 可不可以在未來增加這個工作的透明度 因為很多 什麼時候來到幾個護士又不知道 什麼時候來到醫生又不知道 而面對現時的醫護人員的短缺 政府有沒有一些具體的規劃和措施 去培訓本地的醫生 和有關增聘這些的醫護人員 剛才說了 在未來十年我們是非常之缺份的 想聽聽司長在這方面 怎樣去保證這個場合機制的落實 第二方面跟司長探討一下 就是關於我們有關一些社會服務的問題 司長都說了 在未來我們將會有四五十個項目 就會在我們的各個公屋群裏面 在這方面也都看回我們長期 我們社會服務界都缺乏有關的一些人資 包括我們的醫生 護士 以至到一些社會服務的人員 在這方面想聽聽司長就說 對於我們未來的社會服務機構裏面的一些工作 因為我們長期都發覺 我們一些社會服務機構人員 有關政府的資助那方面都是非常之缺乏的 缺乏成怎樣呢 有關的資助所資助出來的 並未能夠使到這些社會服務機構 能夠做好他們的工作 也都看回有關的社工局 也都在他的一個工作裏面 也都說會對於有關的 我們社會服務的團體裏面的一些資助 會有一些計劃 我看回這個計劃 今年這個報告裏面 又看不到很清晰 我想看司長方面 對於社會服務機構 今後如何協助政府 去做好這個社會服務 有關的資助的情況 有些甚麼的 跟我們一個的介紹一下 第三方面跟司長探討一下 就是我們一個的 承載力的問題 這個的承載力的問題 想跟司長探究一下 我們作為一個世界旅遊有限中心 其實這個世界有限中心 我們是為哪一個而建的呢 澳門是否澳門人的澳門 還是旅客們的一個澳門呢 本地居民的生活質素和幸福感 是否最關重要的問題呢 還是我們尋求旅客數字節節上升 經濟數據越發漂亮更加重要呢 亦都看回了 在這方面 我們每年的遊客 現在已經超過了兩千八百萬的遊客 但是呢 我們有關的土地 旅遊 公交設施這樣呢 能不能夠配合到 這麼大量的遊客來到澳門呢 我們的承載力 其實司長你有沒有評估得到呢 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作為一個國際的旅遊一行中心 國際性來講呢 其實我們看回一些數據呢 我們當中九十個百分之的旅客呢 都是來自我們的大中華的地區 那麼在這方面 距離我們一個的世界兩個字呢 其實是甚遠的 所以想聽聽司長呢 怎樣去強化呢 我們一個的歷史城區 和其他具有特色的一些街區啊 節慶活動等等呢 怎樣去吸引我們的遊客 使得我們有關的房澳的旅客呢 更加能夠多元化 真正成為一個國際休閒的一個的中心 那麼另外呢 在有關的增加旅遊元素那方面呢 那麼最近也都提出 有一條四條的旅遊的路線 那麼但是這些路線呢 大家都發覺了 有關的一些的配套啊 都是不夠的 尤其呢 也舉一個例 虎龍新街這條街的建築群呢 九六年政府就進行第一次的維修 多次這樣要求政府呢 去跟進有關的一個的維修呢 到現在來講呢 整條街脫脫漏漏 那些牆又裂又有些東西下來 那麼我想看看師長呢 對於這些這樣 在我們的有關參觀路線裏面呢 可不可以做好些呢 那麼希望能夠呢 真正能夠達到一個呢 世界旅遊遊遊的中心 因為師長所講的這些的路線呢 其實市民來講呢 也都是有移民的 怎樣去做好配套 怎樣去吸引 還有去分流我們的旅客 好嗎 多謝師長 崔世平議員 多謝主席 師長想借這個機會 跟師長討論幾個問題 首先我是關心老人的事情 那麼根據2011年的人口普查呢 我們老年的人口即65歲以上呢 已經有39000多個人 是佔7.2% 那麼在十年之間 其實我們已經增加了8000多人 那麼增幅是26%的 那麼事實上也看到政府是 在仁伯爵組合議員裡面的 121年開始提供一些老人的服務 那麼在13年底 衛生局會有四個老人專科的醫生 完成培訓 那麼這些投入服務 是對我們老人家來講 是一個喜順 那麼但是看好啊 很多預測的數據 其實隨著老人的老人化 情況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我想聽聽師長 在這方面 究竟政府是有些什麼的投入 特別是老人專科的發展方面 現在是四個人 那麼將來有什麼總體的計劃 在未來的一段日子裡面 又有什麼的部署 讓我們老人家可以真是安心 安享晚年 那麼第二個是關心到 是健康的老人 那麼他不病 但是問題是說 他仍然需要生活的 那麼在很多地方 他的老人的經驗裡面 告訴我聽 就是政府除了是主導承擔 醫療的核心服務之外 還是鼓勵一些措施 讓民間的投放資源 讓老人的配套設施和服務 都可以慢慢成長 包括一些老人的營養食堂 健康的設施啊 生態公園啊 老人公寓等 那麼不知道澳門 在這方面 究竟又有什麼部署 還有什麼政策去推動 促成這些事情可以落實呢 那麼 那麼老人家之外 我關心的是下一代 那麼下一代 我們發覺就是說 是在職業中學裡面 其實過往 我們小時候 其實職業中學 是有幾間學校 是真的做得不錯的 而且也是為澳門培訓了很多 當時有需要的人才 但是隨著社會一路變遷 大家對於職業中學的印象 開始漸漸變差了 經常覺得好像工智不出頭 或者成績不好的 才入職業中學 那麼使得 其實這方面的修身 是有很大的影響 而進去的議員也都很大 很差 但是問題是 隨著現在社會的發展 我留意到就是 其實我們需要 動腦筋的文科的人 固然是有相當的需求 但是真正講 有動手能力的工科人員 其實需求才是最因 那麼在這方面來講 在職業中學 或者職業學院 即高等院校的培訓方面 政府實在有沒有什麼部署 有沒有什麼看法 是希望能夠是 促進我們更多有為的人 除了肯動腦之外 也肯動手 那麼在施政報告裡面也聽到 有籌辦一個叫做 職業教育實踐中心 那麼我想多了解一下 這個實踐中心 是在長遠計劃裡面 實在可以扮演到 什麼的角色的 那麼第三條 關於遊客的 那麼 剛才有提到 就是旅客 其實是旅遊局 在九月份 推出了一個 輪區行上 有四條步行路線 但是其實不只是 旅遊局正在做事 民政總署 在街道研究的計劃裡面 也推出了十月份 推出了三條 叫做漫步澳門街 文化旅遊的路線 包括有公園花園 歷史名人足跡 和軍事遺跡 這樣 那麼文化局裡面 也長期是 不斷研究不少的景點 和遊客推廣的路線 那麼其實很多的部門 都推出了很多的旅遊路線 那麼其實 政府有沒有想過 就說 在這麼多好的路線裡面 有一個整合 從而等於遊客來講 真是可以 是比較有系統的 可以掌握到更多的資訊 那麼除此之外 除了旅客 可以受惠這些旅遊路線之外 我覺得其實很多中小企 其實應該得到政府的重視 早點有沒有跟他們溝通一下 就說你們的區 已經被我們選中成為旅遊路線 如果是的 我們有沒有創造空間 跟他們對話 跟他們溝通 是逐漸形成的 就是說他們真的可以 分享到這個旅遊路線 發展的一些利益 其實不是他們的利益 其實是讓澳門的形狀 可以更健康 因為事實上 隨著那些遊客 進去一些老區 舊區的時候 他所看到的東西 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印象 那麼如果我們的企業 中小企特別是 這些肯定不會博企 很有興趣的了 那麼但是中小企來講 真是澳門人 他可以利用這種的環境 是多些生意做 多些生氣 令到舊區可以更加盤活 那實際上 政府是有什麼計劃 或者可不可以多做一些東西 是除了單方面 創設路由路線之外 還可以確保中小企 他的營商的環境 能夠有所配套 如果在這裡 政府又有沒有一些扶持的措施 可以促進他們正快的 可以投入到 利用到有關的類線 使他們真的可以發展起來 接著想問一些 是文化領域的東西 是 我們發覺就是 其實在一兩年之間 其實文化的投放 我們看到政府是 開始逐步逐步重視 無論從諮詢的渠道 資助的渠道 行政的渠道 都不斷拓展 我們現在分別是有文化委員會 民產委員會 民產基金 文化基金 其實相互之間 其實應該扮演什麼的角色呢 同時政府 也都在文化局裏面 有個產業的促進廳 也是擔當著這些角色的 大家之間是怎樣配套 怎樣協調呢 其實我一方面又擔心 他職量有沒有重疊 有沒有灰色的地帶 但另一方面又擔心 就是一個和尚 擔水食 兩個和尚抬水食 到時個個都不想做的時候 變成個個部門都好像有權管 但又個個部門都可以不管 這個時候 是不是真的想投入這個文化產業 成為一個新的動物治療人球呢 我希望政府可不可以給一些 清楚一點的說明 讓我們真的認識到這個文化領域 是政府大力投放之餘 實際其實我們有些事情可以做得到 此外就說 民政總署也都 在重組的職能之中 文化局也都提到 他有一張多的部門 是會承擔過來的 很希望施長可不可以和您介紹一下 實在會落實有些甚麼計劃 會轉移到文化局 或者有沒有文化局 轉移給民政總署的呢 之間其實存在了些甚麼困難 政府有甚麼部署 還有沒有甚麼落實的一個時間表 讓大家可以期待著 新的組織職能裏面 提供更好的文化服務 除此之外 其實那種文化產業 其實是望德堂 在十幾年前 一直是逐步逐步打造成一個 民創的枯化區 漸漸其實你已經看到 它的初型已經成立了出來 但是往後繼續怎麼走的路 不知道政府有沒有更具體的措施 因為現在是很健康的發展 但是可不可以令它更加有序的發展 還有更加有目標性的發展 希望聽聽政府在方面的工作的計劃 除此之外 我們也是培養不少人 文創的人怎樣培養 其實在這方面來說 一方面我們聽到就是 很多設計 藝術 音樂 企劇 專業人 青年人回來之外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就說 找不到一些對口的工作 或者沒有甚麼空間給它發展 在這些方面 也是受惠不到現在的文創的政策 加上其實很多文創的地區 它的租金其實都比較貴的 對於年青人來說是不是那麼容易起步 其實究竟現在我們文創的政策 有沒有針對一些既想起步 但又未能夠完全起步的人 是創造一些措施 除此之外很多時候我們聽到 年青人很希望創業 但是我也覺得就說 在沒有根基的情況之下 你去創業其實是有一點點冒險的 政府在文創裡面會不會創造一些課程 先讓他知道一個理財的培訓 讓他知道人資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到時個個都是老闆 那時候誰做伙計呢 如果要伙計的時候 從哪裡來呢 究竟政府有沒有培訓呢 那些伙計 那些民創人是願意承擔工作 但不是一定想做老闆的 那怎麽可以能夠有機的 令這些兩類人能夠對接對口 從而使澳門的民創發展 是更加有效有序呢 多謝 陳鴻議員 多謝主席 師長 今天想和師長探討一下 關於社會機構困難的問題 一路以來 社伏計的人士不斷地向政府反映 表示現行的資造制度是缺乏彈性的 而且已經不合時宜了 問題是資造不全面不科學 只對個別人士做一些定額的資助 而不論他的年資 而且要服務機構有良好的人力資源的制度 財務制度和督導的制度等等 社伏人力資源的短缺 和不斷地流失的問題 與社伏專業 一路是否有職情 以及專業的認證 是有密切的關係的 請問師長 現在說有意 是改革社伏機構資助的制度 無論是人力資源 或者是其他方面 對機構會資助的 不知有沒有做這個具體的研究呢 有甚麼改革的思路 在服務機構資助制度 是未改革之前 政府會否考慮 短期內 加大對民間社伏機構的資助 會推出甚麼具體的措施 以提升民間的社伏機構人員的待遇 來減少人員的流失率 死光國曾經表示 在未來的兩年 將有43間的機構投入運軸 經過評估是需要1,200人的 加上政府和民間是搶人的 政府有沒有規劃 未來的人力資源 會推出甚麼具體的措施 為了能夠保障 社伏專業人士的專業發展水平 和專業的發展 幾次能夠推出 社伏專業認證制度 和職情的制度 以吸引更多的人來入行的 第二個問題想和司長 是探討一下 託兒和幼稚園低班的學額不足的問題 幼稚園託兒所入託難 一直是一個大問題 剛才司長說 2016年應該有8000到1萬個 這個託兒的學額 但是即使是這樣 都不足以應付的 早前政府推出 可能會用社區保母的風式 但是遲遲未有這個方案 可能一會兒要解釋一下 本老現在有一位託兒所的保育員 平均要負責14位的幼兒 比台灣的地區比較多 一旦增加了託兒的名額 有甚麼辦法 來保證託兒服務重量的時候 又保證它的質 私資不忠 是大大祭走這個託兒的發展 按照社工局的規定 每間託兒所都要有 是友誼師份學歷的這一個9C的 請問司長 怎樣協同培訓機構來培訓這個私資 會不會建立相關的專業認證的制度呢 同樣本老的幼兒園學額 是面臨一個非常緊張的情況會出現的 請問司長美利 幾年幼兒園學額是否足夠呢 幼兒園同樣面對人資不足的問題 又有沒有這個培訓人才的規劃呢 第三是想探討一下高等教育 以及職業教育的問題的 普通的高等教育 越來越強調相應的專業的資格的 大學的一些專業是否能夠和業界感密的聯繫 增加相應的實習的要求 將大學的專業教育和國際認可的專業資格 結合起來 增加實用性人才 而且節約人才培養的這個時間 司長如何從政策上面去推動這一方面的工作 另外是根據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 大學建立職業技術學院 來含接職業技術學校的畢業生 一方面可以使得職業技術學校的學生 都有機會拿到高等教育的文憑 來提高他們學校的吸引力 另外一方面 又給予普通的中學畢業生 更多的升學來選擇 請問司長在建立職業技術學院 以及職業技術學校方面 是否有所含接的規劃呢 2016年是投入運作的 職業教育實踐中心 以及語言培訓中心 有什麼具體的思路 以及具體的計劃 能夠將本老的職教課程 互相含接起來 同時是適合澳門的人才培養的方向的 接下來想探討一下這個特殊教育的問題 特殊兒童是享有和一般的兒童一樣的 教育的機會 但是現在不論是特殊教育學校 或者融合的教育學校 在私資教育質量等方面 都是有待提高的 在本土的特教老師是不足的 很多特殊需要的學生 一個月甚至有些是兩個月才能夠得到 45分鐘的這個治療 延遍了這個治療的黃金時機 輪候時間 評估的時間又非常之長 現在魚肉大概都要經過半年的時間 但是有些特殊的學生 已經有三年未接受過定期的評估 對於有發展障礙的友誼 時間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因素 如果能夠在零到六歲 這個黃金的治療期間 給他們一個訓練 令小朋友會改善 而且會節慮將來的社會的成本 未來將有越來越多的特教生 有升大這一個要求 特殊教育延伸到高級的系統 已經是急不及待的事情 請問師長 監視特殊教育法的重要性 請問相關的法律 發規修訂的工作進度是怎樣的呢 幾次來制定特殊教育 完整課程指引 特教生在完成基礎教育之後 有沒有提供支援服務協助呢 他們進入高等教育學校的 政府對培訓本地特教師 有什麼具體的規劃呢 對於分佈在不同的 托兒所或者幼稚園的兒童政府 怎樣來加強提供支援 以及早期的介入 另外是要關注一下 學生在撤學的問題 近期是發生十四歲的學生 撼傷他媽媽的悲劇 對於仍然在義務教育階段 學生撤學的問題是值得關注的 除了學校要多加重視之外 對於撤學生 政府有沒有跟進的一個機制 舊青哥支持學校聘請住後社工 但是生多足小的 未能全面解決問題 現在青少年的問題是比較複雜的 學校是需要心理輔導員 在這裏是想談一談 政府在這方面有什麼部署的 另外關注一下施框生後之後 各種各校執行情況 以及各種法律的配套 施框生後之後 有很多的法律條文陸續生後 譬如說 國校要六十建立公積金的制度 六十一級老師和六級老師的 薪酬的差異等等這些問題 想請問一下政府 有沒有督促國校做好相關的工作 那老師能不能夠得到公平的來評價呢 另外 施框的通則 課程的框架 基本的學歷的要求等等的配套 什麼時候是推出 有沒有具體的六十時間表 多謝 好 市長 有四位議員已經提問 已經超過了二十個問題 你那裏只有二十分鐘的回應 我想有些問題 待會還可以繼續補充的 有追問時間 還有如果真的答不清楚 我們就會可以書面再回復所有有關的議員 但是希望你盡量在今天做 好嗎 請市長回應 多謝主席的體諒和照顧到我們 也多謝議員的提問 大家都很關心 社民私客下很多方面的工作 提出了問題和建議 我們的同事之前都很努力地做好各種資料的準備 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事實上幾十條的時候 真的不夠時間 我會盡量和大家去互動交流 或者解釋一下 不夠的是會用 再書面提供給各位 兩位議員都關心到一個 龍B的效應帶來 托兒所 還有跟著的時間 幼稚園的學額是否足夠 事實上這個政府都明白 在市民那方面 如果碰對這幾年需要找托兒所 需要找幼稚園的話 的心急 我們都能夠做的 盡量去做 都聽取各方面的意見 我們的數字是2010到2011年 嬰兒出生的數目是5100和5800人 2012年的時候 就去到7300人 今年估計是有5000人左右 我們看回以前澳門的狀況 托兒服務 並不包括在15年免費教育之內 過去家長大多都會自行解決 這個年齡層的幼兒照顧看護 因此社會上面對於 托兒學額的需求 並不一如今天是這麼緊張 但是社會發展了 雙職家庭增加 學校和家長對子女的學前教育 要求都提高了 看回數字 2013年的時候 托兒的學額 已經是從2008年的3800個 去到6500個 增加了70% 但是似乎仍然都未能夠完全 滿足了社會的需求 社工局用功要局長 不知道有沒有帶了一個容易明白的一個圖示 是給各位議員可以參觀一下 參觀一下 政府為此會計劃在2014年 將托額增加至8200個 並且爭取在2016年或者之前 逐漸增加到1萬個 事實上政府都是視乎實際的情況 又不能夠說 一個方面條件資源不夠 不是說要開就開到 找土地就找到 或者找場所就找到 很努力去做的情況下 都比起原來計劃要增加的 在數字上面都是增加了一定的數字在那裡 但是也都看到社會的變化上面 這個方面我們政策上面去做事 譬如我原先收B的數字去放寬它 或者是協助一些私營的 特別現在私營的也都是多了 我看到數字有一間私營提供幾百個的託額 亦都是方便它的申請 以及協助它去裝修工程 盡快開業的 當然從另外一方面的話 就是從政府規劃上面 能夠有個空間 社會服務的設施裏面 都能夠找到的話 所以現在在數字上面 是爭取2016年 或者是之前 是逐漸增加到一萬個 到時這個數字是會 比鄰近的地區的供應 都會是多的 在比例上面 希望透過這個努力 能夠盡量去滿足 幼兒院的學額方面 隨著新生嬰兒數目的增加 幼兒教育階段的學生的人數 估計 至2015至2016年的學年 會由現時的一萬三千人上升到 一萬八千人 今天來說 幼兒教育階段可以提供的學額 大約是有一千七百個 今天來說 有一千三個需求 我們有一千七個學額的供應 至2015至2016年的學年 我們通過努力 總學額 估計可以達到二萬一千一百個 相信能夠滿足到 幼兒就學的需求 簡單這個情況向大家介紹一下 娛樂場控煙工作的情況 有議員關心到李靖兒議員的話 我想簡單回顧一下 控煙法的立法 感謝立法會的議員 出了很大的力去深入討論 通過了 可以使澳門的控煙工作 再賣進一步 當時法律條明的通過 是經過議會通過 作為行政幫局 在執法上面 會尊重立法會 跟立法會通過的法律 來計劃和開展工作 如果說回成效來講 分兩個部分 市民反映的話 在公共空間的控煙 事實上 在議員的支持下 市民都是重視下 我們同時在執法上面 都得到大家很多的意見 公共空間上面 似乎 市民是覺得比以前 是有相當程度的改善的 我們會覺得如果改善了 每個人都不吃煙的時候 餐廳 有些人吃 好像都不好意思 即使叫他離開的時候 多數叫他不要吃 他多數都是配合的 要麼不吃 要麼就走出外面 他叫做打火鍋 在外面的地方 有一個煙灰缸的話 當然這個不能夠自滿的 我相信衛生部的同事 仍然都會繼續努力 在主要的部分 公共空間的這個控煙 學校 託兒所 公園 運動場 其他的餐廳 酒樓食肆 不要鬆懈 在娛樂場裏面的控煙的話 按照法律的規定 是可以經過申請獲得許可 是可以豁免不超過50% 即是49%的面積設立吸煙區 2015年的時候 是進行檢討 然後再視情況 是怎樣去發展 拿著一個這樣的法律 我們同時去進行工作 事實上真是不容易的 真是不容易 過程裏面 同事都很努力 當然也都要說一句 是得到博企的配合 基本上按法律 弟子申請 然後劃分區域 不超過50%的面積 是列作吸煙區 在檢測的過程裏面 檢測的過程裏面 也都是按照法律 包括行政程序發展等等 作為根據 去執行我們的工作 真是很困難 我都很希望 44個屋企的場所 全部合格的話 大家就會輕鬆些了 也都會覺得空氣清新 或者遊客、市民、賭場的員工 都會覺得有一個改善 但事實上 未能夠一步到位 我們看到它的變化 第一次是28個不合格 第二次是16個不合格 現在按程序在進行當中 16個不合格的話 就會是縮減 被許可吸煙的面積的10% 工作在進行當中 完成了這個縮減 仍然都會按機制進行這個檢測 完全都是按法律 按機制按程序在工作當中 當然是否最理想呢 我都覺得不是理想 還有16個場 能不能將來大家努力之後 變成10個場 變成8個場 我們是希望它越來越好 當然反過來 在未能夠完全百分百合標準 或者是全面控煙的時間 政府也都根據實際的情況 聽取員工 或者是工會的意見 向博企提出要求 保障員工的身體健康的話 碰到有時是懷孕 有時是有些各種的疾病的話 是能夠作出適當的處理 今年裏面我們收到四個至五個的投訴 博企員工的投訴 跟進處理之後 已經解決了問題 真的懷孕的話都不適宜 吸到太多的煙味 或者其他的疾病的話 這兩三個月沒有收到新的投訴 最近的話衛生局長再次發信局的博企 要求他們會交回報告 安排員工每年體檢的工作 做成是怎麼樣呢 政府非常重視 我都親自有時真的去到現場去看看情況 而也都跟博企開會溝通的過程裏面 其實大家都一心想做得更好的 或者是從民間的接觸社團 或者是有議員 有其他不同的委員 提及到可能能不能夠說 不是我的意見 我聽到回來的 是在現在或者是稍後的時間檢討的時候 中場全禁 但是可以批准設立吸煙室呢 我是聽到一個這樣的意見 就是在這裡跟大家又轉述一下 可以讓我們思考一下 未來如果議員或者市民覺得 哪些意見可能都是一個好辦法 我們希望隨時可以聽大家的意見 檢討的時候綜合的話 可以在做一個修訂的話 有一個更準確針 針到實際情況的話的一個處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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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關心一個是旅遊承載力的問題 那這個呢 可能要多一點時間呢 或者是一會兒的時間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謝謝 議員都提及到幾個情況 就是說 對於一些很有潛力的文化旅遊的景點 我們很有歷史回憶的地方 烤龍街的重整 以及這個望德塘區會不會有一些什麼計劃呢 可以跟大家說 望德塘區是有計劃 並且在這裏進行當中 而望德塘區的計劃 待會有時間可以介紹多一點點 是包括 尤其是大家都會關心的 這個旅遊指示的標識 至少都引了那些遊客進去 是吧 還有其他一系列的部署的話 都在這裏做著工作 烤龍街的重修呢 其實那個困難點是在於什麼呢 困難都要做的了 希望辦法是要多過困難的 事實上 人手 主要都是人手的問題 工作 太多工作 多謝主席 好 最問的時間 李正義議員 多謝主席 司長現在大家都很重視託疑那個問題 所以除了硬件的配合之外 其實CG很重要 所以你剛才提到其實都會在這裏有一定的支持 我都很希望政府可以加大對相關資源的投入 就是在穩定人員隊伍 吸引優質人才的這方面 也都希望優化有關的遵助方式 就是令到我們的人員隊伍更加穩定去支持 我們優質的服務 但是說回控煙那裏 其實我就聽不到司長答了我些什麼 由頭到尾其實賭場設給煙區的前提 是你要確保它的空氣質素合格 其實現在的問題 關鍵不是最初設給煙區的這個決定 是你見到它合格你都做不到事 難道你的意思是 立法會叫你罰整年都罰不到它 還是立法會叫你減一成面就是狗呢 其實你這些執法標準 你從來不是跟立法會商量的 是你們自己定出來的遊戲規則 為什麼你們都做不到呢 所以我都想再追問 既然剛才司長你說的是依法施政 為什麼你不是刪掉它整個吸煙區呢 你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科學一點的說法 究竟減一成是改善了些什麼 即是否真的可以幫到我們從業員免受煙害 其實這個是關鍵 還有你說未如理想 既然立法達不到立法目的 你們又覺得很困難 所有的法律都是這樣的 行走一段時間 我們發覺執法上有困難有問題 是可以修改的 我們很多同事都講過 支持全面禁煙的賭場 那為什麼司長 你可不可以清思答案 為什麼你們不會主動去做修法呢 法律不是不能改的 即是當日立法會會這樣 現在就完全不可以改 其實你們這個階段 是不是會主動去做修法 我希望拿到這個答案 麻煩你 何潤森議員 多謝主席司長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師長 剛才你回應我那個 關於那個 培訓一個醫護人員那方面 尤其是醫生方面 我想師長 你或者回去查一查 2011年10月20號 當時審計處 就有一個是關於公佈什麼 實習醫生的招聘 和培訓的行公論席的審計報告 這個報告裡面是有四宗罪的 這個我不說了 我想帶出一個什麼問題呢 剛才師長說在2014年 可以培訓389人 專業的醫生有187人 我想提回的 就是說 當時 審計處也都有一個的報告 希望回去師長能夠 擇成有關的衛生局 能夠做這方面的工作 不要給我們一個空頭支票 第二方面 就是關於剛才說的 我們社會服務界的人力資源的問題 師長剛才說了 有關社工就沒有問題 為什麼呢 我們澳門的大專院校 是有足夠的社工培養得到 但是其他的一些職業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等等的護理員等等的 我想看看未來 如果請不到人的話 你們有什麼打算 因為始終都要人 我想師長是迴避了 如果不夠人的話 怎樣處理 第三方面 亦都是關於剛才所講的 城市的承載力問題 我想希望師長能夠回應多些 因為剛才師長只是點了一些東西 對於承載力那方面 我相信我們的市民都是很關注 我們澳門是屬於我們澳門人的澳門 還是屬於旅客的澳門 我們居民已經是對於有關的 一個影響生活的問題 已經是怨氣非常之大 我會作為師長是掌管旅遊部門的 希望這方面給多些訊息 謝謝 趙世平議員 各位主席 我都想跟進 剛才我問了可能太多問題 所以才沒有時間去回應 其實都希望重點再抽小時間 講講老人的服務 無論是有病的老人 還是健康的老人 究竟我們澳門政府的一個老人政策 會是怎樣定呢 另外就是職業中學 其實這方面其實是希望多聽一點 尤其是政府講了一個職業的教育實踐中心 其實這個實踐中心會有些甚麼 在裏面究竟有甚麼發展的進程和計劃 其實都很希望多了解一下 最後的就是其實講到文化 剛才都問了一系列的文化題目的 雖然司長講到黃德堂是會有計劃 但是一會兒會再講 所以我都洗以公聽 那除此之外其實我的實踐就是 希望多了解一點點 就是關於我們現在已經有好幾個文化 和文產的委員會和基金 那其實是對好兩批的 就是文化委員會和文化基金 文產委員會和文產基金 但是雙方之間怎樣去互相推動 怎樣去有效的協作 和文化局裏面的啟動支持 促進聽他又可以扮演甚麼角色 三者四者或者五者之間 怎樣去避免這些職能重疊之外 亦都是保證他們不要說五個一起 大家都縮手 那其實這個都是民產人士都比較關注 那所以希望司長能夠是 給我們多講少少這個補充的東西 那還有也都希望多了解少少 就是民政總署他那個轉移職能的時候 那在這個過程中 就是我聽了訪問 局長都說這個很大很大的一個挑戰 那實際有幾大的挑戰都想聽多少少 或者等我們可以 心理上我們都有所準備 知道究竟我們要面對甚麼文化挑戰 還是一個部門的挑戰 還是一個架構的挑戰 那其實這些都是我們 比較感興趣的了 所以希望是司長給少少時間 答答我們關於這個問題 謝謝 陳鴻議員 多謝主席 多謝剛才司長的回應 那現在還有一個問題想問一問 就是剛才所說的特救生的問題 那由於是特救生師之不足的問題 那現在呢 有些學生呢 要等到半年才能夠做到一個評估 那不知道是有甚麼辦法 能夠使到他們 能夠及時的接受評估 因為剛才我都說過呢 如果是他們在0至6歲這個黃金時間 能夠接受到這個評估和治療的話呢 那將來呢 他們的發展呢 又會比較好的 而且呢 會降低社會的這個治療的成本的 那不知道司長在這方面呢 有甚麼好辦法呢 有甚麼好措施呢 那另外一個呢 就想問一問呢 關於司框生後之後呢 今年呢 老師就要開始接受評核的 那那個有些老師就擔心 不知能不能夠呢 接受到一個公平的評核 他們都很樂意呢 認為是對的 需要呢 是接受評核的 那在這方面呢 有沒有能夠 一個機制 上訴的機制 能夠保證那些老師 得到一個公平的評核 這個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 那想問一問呢 司長 現在呢 那個11年呢 寫廣告有一個推出殘職人呢 是就業發展資助計劃的 那其實這個是不錯的 一個計劃的 那但是呢 由於社會的發展 那現在呢 這個社會企業呢 是面臨一個比大 的經營的危機 那個困難的 那在面臨呢 這個逼遷啊 或者是加租的 一個非常之難的 擁難的局面 那怎樣呢 不知道在這個方面呢 這個局長有沒有呢 就是做這個中期的檢討呢 對這個資助的計劃呢 那怎樣呢 能夠吸引更多的社會人士呢 和福利機構成立更多的這個社會的企業呢 謝謝 好 施長你有十分鐘的回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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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議員的問題 主席 我會答兩條三條呢 跟著我會交給梁理局長 會再協助 介紹一些情況 崔世平議員提及到一個文化產業基金 會不會加藏 跌簿的問題 我要再回顧一下簡單 2001年的時候 因應的施政呢 我們先設立 先設立文化 在文化局裏面 設立文化產業促進廳 是第一時間展開了工作 幾年以來都積累了一些經驗 和一些的成效 而同年設立文化產業委員會 是講法 聽取各個界別的委員 有代表性委員的意見 亦都進行 是完成了一系列的 有成效的工作 特區政府考慮到實際的情況 就是今年的11月的時候 就是成立文化產業基金 在這裡講講 相互之間的分別是什麼呢 職能上面文化局主要是針對 非牟利性質的文化活動 作出支持文化活動 並且利用現有的文化資源 營造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所需要的基礎環境 它的作用是在產業的 產業化的前期的階段 尤其是創作的階段 處於文化產業的上游的環節 涉及的是資源的管理 開發和利用軟硬體環境的整備 包括文化場地的設施 文化人材的培養 和創意社區營造等等 而文化產業基金則是通過財政的資源 針對文化產業性質的商業活動 這個是商業活動 並非文化活動 是作出支持 它的作用主要是在產業鏈裏面的中下游環節 例如生產中介支援 經銷和消費的階段 具有顯著的文化經濟的屬性 是文化局職能是未能夠涵蓋的 聽回業界普遍都期望 盡快能夠成立文化產業基金 現在成立了的時候 都期待能不能夠盡快 公佈有關的申請資助的規章 預計在明年的上半年 爭取是第一季就可以公佈 可以作出申請 簡單來說文化局以支持 非牟利文化活動為主 沒有商業操作的概念 文化產業基金是支持 而牟利的項目 執重於經濟的效益 兩者在性質上面有根本的差別 我們的看法不存在一個 職能重疊的問題 當然文化產業基金的成立 都會例行一個精簡人手 現階段的人員的編制 是三十多位的同事 陸續到位 相信還要一些時間就會全面開展 這個工作 李靖宇議員再問及到 爲什麽做不到 減一成可以有什麽幫忙 有什麽依據呢 我相信很關鍵就是分析我們立法上面 並不是一刀切 是要將賭場全面禁煙 而切了三年的一個特別的期間 是豁免的處理 不是一刀切的話 帶出來我們的分析 就是說當它不合格的話 仍然都是維持這個思路 都是會有一個要求 減了一成了 你繼續去改善吧 不行的時候再減的時候 再改善吧 當然現在出現一些新的建議 事實上也是可以考慮的地方 議員問為什麽不去主動收法呢 或者在這一點上 一個方面的政府的想法是 依法行政根據法律去執法的話 但是不排除如果未來的時間 檢討的時間位之前 如果聽到更多的意見 順便於立法會 會不會有一個委員會 去開會去探討一下 又給一些意見去政府參考一下 這個關鍵性的 這個法律是議會通過的 是不是全部的議員都覺得 有些什麽跟原來的法律上面 不同的想法呢 大家多給一些意見 都有助於我們的思考 何潤生議員問及到的 我們會聽你的意見 去看審計處 給我們的意見的話 這裡我想會講清楚一件事 今年請 明年請一百多人的話 是醫護人員 不是全部醫生來的 是醫護人員各種職級的 至於推動職業技術教育方面 石排灣的構思是什麽呢 我們初步叫做職業教育實踐中心 這個構思是引入專業機構的經驗 有效地完善職業技術教育 和學生專業實踐的環境 並且為市民參加技能的培訓和證照的考核 創造條件 以促進技能型人才的培養 和專業認證工作的發展 當然剛才有幾位議員都關心到職業認證的問題 就是以後的環節 有些時間的話 會再和大家交換一下一些情況 主席我想請梁麗局長 麻煩 麻煩 麻煩市長 尊敬的主席 各位立法會的議員 市長 在這裏 或者我也想和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對於學生的一些支援的工作 我們是有分四個層次去做的 首先 如果學生入了我們的教育體系裏面 其實根據我們的學校運作指南 假設這個學生在學期中離校的時候 學校是必須在七日之內通知教清局 而教清局也都是會根據這些資料去作出即時的跟進的 教清局第二層就是根據 學校交回來每一個離校生的一些個案 就定定了跟進的一個機制 包括每日會打電話 或者每一個州 有時打不到電話 就是每一州就會寄信 用一個掛號信的形式 去寄給這個學生的監護人 以及亦都向學生的家長提供那個 學位諮詢和學位的安排的服務 以至於如果這個學生 他對於一些叫做學校的生活 有些不是太適應的狀況 我們會安排一個校園適應的學習計劃 讓這個學生能夠在另類的教育環境之下 他能夠有他自己的學習動機 而再入一個正規教育的學校裏面受教育 而第三層就是說 如果經過了鄭先生我所講的介紹的 第一、第二層的階段 他還不能夠是投心去那個科學 或者亦都看到他原來不是入了勞動市場的話 那麼我們都會啟動離校生的支援的服務 這個支援服務就是我們會有一個輔導的機構 是進行那個家訪等的形式 那麼根據我們2011、12學年 我們一共有1011個轉介的個案之中 屬於已經結案 以及包括已經穩定復學 或者有些是就業的比例是大概四成 即是四百四十一個人 而仍然跟進的個案的比例 接近五成的 那麼兩者合起來是大概超過九成 是九百三十九人 其他的有些是由於他搬了屋 資料聯絡不上 或者亦都有些是因病離世等等 如果在這個方面來說 是有些是屬於業務教育階段的學生 其實我們是會亦都安排 他回到我們那個校園重返計劃裏面的一些活動之中 至於有些情況就是這樣的 他不是學年中離開教育體系的 而是他在學年之後 即是說他可能暑假 第二個學期他沒有去到學校註冊的 我們每一年是在十一月二十六號 因為這個是需要學校提交所有學生的名單上來 我們就會透過我們這個系統 就將每一個學生對出來 對到哪個學生沒有在那個教育體系再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會進行一個叫做離校生的一個調查的跟進的工作 我們是打電話去這些學生那裏 201112學年一共有1447個人 而有超過六成是重返了學校或者去了外地就學 Movicia Movicia